哈喽大家好,我是龙选迎 我是乌克兰人,现在我也走乌克兰的基辅 今天是5月9日 胜利日 之前我们这儿夜过这个节日 为了挤得我们的祖先 他们参与了世界第二次大战 并且胜利了 因为这个胜利我们才会有今天 这个胜利呢,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它不属于罗斯 它不属于拜罗斯,乌克兰 或者什么别的国家 它属于索连和所有支持索连的国家 今天我要和大家说一个非常可怕的 乌克兰人和罗斯人的区别 请你们听 我们这儿过这个节日的时候 你到处都能听到一句话 Nikoliznov 用乌克兰语这意思是 从来不再 从来不再回答 我们要保持和平 但是在罗斯呢 他们过胜利日的时候 很开心地说 Mosem paftaric 用俄语 YES是 我们可以 再做一次 可以再安排 所以你们下一次要书 我们是一个民族 有一个思维 方世情 接着我今天拍的这个视频 还有呢 今天我才明白 我很开心的我亲爱的曾祖母 去年去世 她经历了 是姐姐二子大战 那时候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她一辈子和我说 战争是最可怕的 千万不要打转 我很开心 她看不到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 并且 我们和谁打 我们下期见